9月开始南韩女团twice成员周子瑜 投入自身专辑Abootsu宣传 除了上音乐节目打歌 也参与各大综艺节目 举办签售会 而但成为棒球女神精彩开球后 她的活动行程其实已经可以宣告告一段落 不过其实不少人还是期待 能继续看到子瑜的专辑新歌的solo舞台 毕竟在她宣传期间 即便是出演打歌节目 每个电视台都是崭新面貌的子瑜 而她在粉丝见面会上 其实也是透露了接下来的规划 周子瑜日前举办Abootsu专辑签名会 除了签名 也会跟台下互动闲聊 一位歌迷询问 最近还会跟哥哥玩英雄联盟吗 她回答 最近没有玩 歌迷在问 我好奇子瑜都玩什么位置 子瑜说 辅助歌迷激动回复 我也玩辅助 子瑜笑回 辅助简单一点 呆萌模样笑翻全场 粉丝之所以会问子瑜有没有玩英雄联盟 是因为在6月时 twice上网络节目偶像人间剧场 子瑜透露放假都在玩捞 发现彩英也有在玩英雄联盟 就拉她和哥哥一起三人组队 子瑜透露不会一个人打捞 因为自己擅长玩辅助角色 需要跟射手配对 所以我都跟哥哥玩 这也是我们维系关系的最佳办法 一番话逗了twice众姐姐 而因为宣传期的结束 子瑜的宣传已经告一段落 粉丝询问下一次看她表演run away是何时 子瑜回复 可能是演唱会 众人听闻兴奋尖叫 不管是子瑜要开个人演唱会 还是twice 通通都会支持 结果twice在19日就传来好消息 他们将于10月20日 21日 在首尔Olympic Hall举办粉丝见面会 届时场上子瑜有非常高的几率 带来run away的表演 子瑜提到的 大概率就是twice将举办的 出道9周年纪念单独粉丝见面会 与粉丝创造新的回忆 官方宣布twice将于10月20日下午1点与7点 在首尔松坡区奥林匹克大厅举行两场名为 2024 twice fanmating home 9R OUN D的单独粉丝见面会 特别的是 晚间7点的演出 还将同步透过全球平台 beyond live进行付费直播 与世界各地的粉丝共度这段特别时光 所属公司JYP娱乐于19日凌晨0时 通过官方账号发布了粉丝见面会的消息 并公开了活动海报 海报中 twice的成员们穿着运动风格的服装 围成一圈并互相牵手 目光凝视着粉丝 9位成员充满期待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 让粉丝wons们对这场特别活动充满了期待 这次的粉丝见面会是为了纪念twice出道9周年而举办 并且在首尔松坡区乐天世界购物中心1楼的中庭 还开设9周年纪念快闪店 以9周年和twice体育场为关键词 与10月举行的同名粉丝见面会相同 快闪店也以twice特别的数字9为主题 并结合棒球场的概念 让wons们体验充满亮点的活动 twice的9位成员在迎接9周年之际 并构想与wons一起 将这个空间打造成坚实的主场 以回应粉丝们的热烈支持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 今年的twice可以说是形成拉满 twice今年年初的正规专辑2 口碑销量双双好评 还登上Billboard200帮手 后续不仅成功完成了 其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巡演 展现了作为全球顶级女子团体的影响力 7月 她们在海外女艺人中 首次于神奈川的日产体育场举行演出 为这次全球27个地区51场的 大型第5次世界巡演 twice5TH World Tour Ready to be 画下句点 并创下了总计动员150万名观众的记录 紧接着这次巡演 twice将透过全新的单独粉丝见面会 再次与粉丝沟通 并在粉丝的支持下 继续展开辉煌的活动 而今年除了子余solo 在她生日时 在twice刚续约后 2022年6月发行第一张solo专辑的林娜脸 迎来了自己的第二张solo专辑 当时的林娜脸一改twice17元气满满的可爱模样 以宛如花开的美貌和性感迷人的气质 吸引了全球粉丝们的心 魅惑的猫眼妆和迷离的美童 进一步加深了那脸深邃的眼神 引发了粉丝们的赞叹声 华丽的王冠 夸张的美甲等也提高了趣味性 不同于子余的复古风格 强烈中毒性的旋律 和充满活力的能量的歌曲 与确实适合夏天 同样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当时子余也是在她新专发布前 就早早和林娜脸完成了新歌挑战 并悄悄和粉丝透露了 自己有重要的行程要准备 后续我们也看到 她提到的也就是我们9月份看到的个人solo 而在子余solo期间 包括JYP30周年时 Twice由日本成员Mina Sana Momo组成的子团Maisomo 三人很多时间是缺席的 不过在子余solo后 JIP公开了日本第二张迷你专辑 Hot Couture的专辑前导预告影片 也就是这个期间 他们忙碌着自己小组的回归 Hot Couture一直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服 这段专辑预告影片融合了手工制作服装的过程 以及Maisomo打造独特风格的故事 影片前半部分以一镜到底的方式拍摄 展现了Maisomo从前做Masterpiece展现出的 高贵魅力进一步进化的特质 Twice日前刚完成在日本的六天公演 包括在羊马长居体育场 未知速体育场和横滨日产体育场的演出 成为第一组在日产体育场举行演出的海外女性艺人 创下伟大记录也是让Maisomo作为Twice的首个小分队备受期待 去年7月发行的首张迷你专辑Masterpiece期间 Maisomo在东京和大阪举办了超过15倍抽签竞争的高级showcase 并首次以Maisomo身份登上第74届NHK红白歌唱大赛 凭借首张作品 Maisomo已创下多项记录 这次的第二张原创专辑也备受瞩目 粉丝对于即将公开的概念照设计充满期待 而日前备受瞩目的JYP30年 子虞也因为能站在社长朴振英旁边备受热议 而与他对应的 是亚洲天王Rain 朴振英更是在KBS大企划 出道30周年特级节目中 向Twice询问待了10年仍留在JYP娱乐的理由 并透露他们出道时 自己的请求 朴振英表示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疼爱Twice 对吧 坦白说 为什么我这么疼爱他们 并非只因为他们长得漂亮 而是因为他们非常善良 成员们听到这番话后都张大嘴巴 朴振英又再强调了一次真的非常善良 那脸便问哪里善良呢 知笑说太好奇了 那脸又说请告诉我们细节吧 朴振英说 我在这些孩子出道的时候 曾经拜托过他们一件事 那就是要他们好好相处 想想 九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 接受了不同的教育对吧 价值观和个性和气质也都不一样 所以要一直这样和睦地相处过来 是不可能的事 他接着说 带Twice的这些成员 直到现在依然都相互珍惜 相互帮助 彩英听到这番话 立刻笑着将手搭上 站在他旁边的成员 其他成员也带着笑容 自动靠拢 那脸也回应没错 朴振英接着向观众说道 我想各位无法想象 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当朴振英问你们出道几年了 那脸回答第十年 今年是九周年 朴振英感叹地说 这些孩子已经要迈向了第十年 致笑便笑说 即便如此 今天我们还是 JYP出道30周年特辑的来宾中老妖 而朴振英随即双手握着麦克风 诚恳地问Twice成员 十年来和JYP在一起 觉得JYP还不错 继续留在JYP的理由是什么 这让成员们忍不住笑了出来 而朴振英又说太感谢了 彩英便回答 今天我似乎又再次感受到 觉得待在JYP真的很幸福 看了今天PD的演出 我觉得很帅气 还有我们很喜欢的前辈们 又都是我们都知道的歌曲 看着这些 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帅气 很令人尊敬 我在休息室里大声地为他们加油 致笑也说 前一天的彩排与当天的演出 他们都怀着感慨佩服的心情在观看 节目结束后 Twice的SNS公开了当天拍摄的合照 配文写下 在朴振英PD出道30年特级公演中 一起演唱了 Feel Special 与What is Love 等由朴振英制作的经典歌曲 谢谢您招待我们参加 这令人感到荣幸的活动 其实 不管是对于子余 还是Twice来说 JYP今年都在努力地展示自己的好 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